嗨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安 我是阿泰 新年快乐 欢迎收看世界什么态度 前阵子过年期间不知道大家 没有出去玩的时候都在家做什么呢 除了看剧玩游戏 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过或听过一款APP 叫做Clubhouse Clubhouse最近真的很红 更封密了全球不少国家 这个APP是一种可以选择聊天主题的语音社群平台 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在各国用户甚至还可以和中国用户交流 大聊中国的一些敏感的政治议题 但对中国政府来说 这很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 于是2月初立刻封杀Clubhouse 直接挡在防火墙外 然而根据中国媒体跟这个报道 最近阿里巴巴计划推出一个中国版的Clubhouse 名字就叫 很像哦 叫做Meat Club 从名字界面而且功能来看 被外界怀疑是有山寨的嫌疑 甚至直接称它为山寨版Clubhouse 不过最近有这个香港媒体指出 Meat Club其实是阿里巴巴公司内部平台的一项功能而已 而且目前还只是在测试阶段 所以可以继续使用 Clubhouse didn't last too long in China A lot of users was surely disappointed about this restriction However, some Chinese media has reported that China's giant company Alibaba will roll out a knockoff called Meat Club Whether the interface or the function, even the name of Meat Club are highly similar to Clubhouse You also have to receive the invitation code from your friends in order to use the app And you also have to create or join chat rooms so that you can interact with others Some says that Meat Club is for replacing Clubhouse in China But according to some sources, Meat Club is only a feature inside Alibaba's Interplatform So there will be no Meat Club for regular people in China Apparently there is no Clubhouse either For those users, it is truly a loss Turrentense, ZTV, Taipei 这意味着阿里巴巴的这个Meat Club 不是给一般民众用的 Clubhouse在中国也不能用 对于中国的Clubhouse原本的用户 权益确实受到损害了 不过在台湾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还没有用过的朋友也不妨可以下载看看 不过你可能会问Clubhouse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软体呢 这个网络软体是叫做多人线上语音聊天社交软体 它是语音聊天的,它不用打字的 是互动版的podcast,有人这么说的 但也有人说,网路上分析 其实更像三四十年前的香肠族无线电的时代 只要手边有一支无线电 可以随手调整频率 然后找到正在聊天的群组 就自由地加入聊天或旁听 差别是在以前看不到主题 现在是看得到主题的 以前你无法任意选择这个主题 如今你可以随选随点 现在就加入语音聊天就好了 那这个Clubhouse到底怎么用 你可能会问 首先你是必须要有邀请码才可以用的 有一种是你要下载登入的时候 你有在玩Clubhouse的朋友会帮你核准 然后再发邀请码给你 你输入就可以使用了 再来另外一种就是你朋友直接发邀请码 讯息给你 然后你点选上面的连结就能登入使用了 进去之后不外乎就是找人聊天 这个聊天主题 进入聊天房间这个聊天的房间后 你可以选择旁听或者是举手发言 有这个举手的这个按钮 记得在这里是完全不用打字的 全部都要靠实际的说话来交流 好你可能会问这到底有什么好红的 它红的原因有分析是这样说的 因为媒体上大肆报道 大肆报道除外还有这个稀缺的邀请制 什么叫稀缺邀请制 因为这邀请码是非常的有限 你朋友发给你才有 不是处处可以见到的 所以你有邀请码才可以加入 再来意见领袖的加入 什么意思 就是名人艺人或是政治人物 有可能在跟你这个同一个房间聊天 所以这个很有亲和力的 这个意见领袖加入 再来疫情时机点 大家都在家里这个隔离 所以要玩手机的话 也可能会选择Clubhouse 再来与世界接轨 因为里面这个Clubhouse里面有多外国人 所以你很可能就跟世界接轨了 再来没存档没有压力 没存档就是因为Clubhouse的聊天内容 它完全没有存底的 没有档案 所以你要聊什么大聊特聊都可以 所以Clubhouse这么红也不是没有原因 而Clubhouse这个旋风 也吹起了一个英文单字的 这个风潮叫做邀请码 Invitation Code 邀请码 然后再码 邀请码 Invitation Code 接下来爆红的Clubhouse 当然我们也可以多了解一些 有关爆红的英文的用法 第一个叫做Hit Hit Hit叫做极受欢迎的人事物 The musical is such a big hit 这个音乐剧确实极受欢迎 再来呢 Sensation 这个比较少看到 Sensation 引起轰动的事件 The movie is sensational 这个电影是引起轰动 引起人们的轰动 再来 Craze 也是crazy的变形词 Craze 风行一时 The cartoon is the latest craze Among children 这个卡通呢 在这个孩子界里面 风行一时 它这个craze 它是比较短暂的概念 再来 网路爆红 Go viral 这个比较常看到 网路爆红 His YouTube channel went viral Just in a few weeks 他的这个YouTube频道 几周内就爆红了 在网路上爆红了 我们再重新再复习一次 Hit 是几受欢迎的人事物 Sensation 就是一个引起轰动 真的有轰动的那种概念感觉 再来呢 Craze的风行一时 是比较短的一个爆红 再来 Go viral 就是单纯在讲网路爆红 Go viral Hit sensation 跟Craze 其实爆红还有很多的说法 如果还想跟我交流的话 可以在脸书或IG搜寻 记者 陈陈泰 欢迎按赞 追踪 私讯或留言 以上是本周世界什么态度 我们下周见